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射起来 有没有队友 有没有队友 不换队友 没有 其实第一下可以不出闪 因为仿一下小潮弹 有的时候小潮弹他就会弹那种没有雕血的 反正袁绍肯定还会射嘛 对吧 第一下是没必要闪的 袁绍肯定会射掉 他不射了只能说他一下了 要不然他手量干嘛 是不是 你的寂寞被撕破了 卧龙非常的怂 各种打无险 就是怕雕血 怂的一匹 好 怕了个红 这边袁绍一顿操作 开了先驱还能不能继续射 现在虽然有先驱 但是由于这个改了 你有的时候可能花色就正好和之前射过的一样 你就射不动了 然后他这回射了个红刀方片 射死了一个 渤海沙 哎呀 哎呀 死了个蜀国 死了个蜀国 那可还行 看袁绍这个 当然袁绍也已经设我三发了 应该是 感觉起来 刚才设了一个红刀方片 再随便搞一搞 看看能不能搞死赵云 这卧龙非常的怂 怂的一样癖 那赵云表示 不是吧 那个卧龙表示 是 就是这样 你对八卦这没有信心 他说 嗯 稳点 稳的一匹 卧龙说 这把稳了 我前面来一个笑话 好 拆了盾 看其他人 好 这边并没有选择去顺赵云 然后顺后面的 开五谷 这个人 应该不太像群吧 群应该没必要去顺后面的吧 没顺赵云 疑似这个蜀 五谷也不太像 可能有可能是魏 我感觉牵向于魏蜀啊 而且还把下加给兵住了啊 那就偏向于魏蜀吧 魏其实这么搞也不太好啊 嗯 毕竟这个局势不明 有蜀国 有袁绍的 嗯 然后张飞表示 我相信你是蜀国 往后搞的 好吧 嗯 杀了一刀 哎 太文鸡啊 这边袁绍觉得大蜀国啊 背了一下鸽 还行 背了一下鸽啊 他发现这边背鸽回血了 然后就往那边砍 就被砍死一个是一个啊 是吧 主角也觉得好像有可能是大蜀国 救了一下啊 让他扒光光 扒光定 好 这边出来肯定要收掉皇爷鹰章飞了 这个鸟人是不能留的啊 啊 别的管不管 咱们先得把这个鸟人收掉啊 偷一下 哎 一个决斗 一个杀 当然如果能直接干掉最好 就不用量点威了 点威的话 因为第一点威这个禁熬战是非常厉害的啊 第二潮风比较高啊 点威禁熬战特别厉害啊 削别人血剑啊 一削一个准能藏还是先藏上是吧 就不要妄动啊 好 既然收掉了那就收掉了 对吧 哎 找了个马不错啊 然后虚报一个刀一个马非常好啊 这个四血匠也不知道是啥 让他自己表示自己出来吧 杀你不解释啊 好 他去进攻卧龙去了 咦 收到了一个奖费啊 可还行啊 呀 还出来一个话筒啊 这个话筒恩将仇报 当然也不算啥恩将仇报吧 国战本来就是会变天的 一会儿一个样 不存在什么恩不恩仇不仇报不报的啊 对不对 只能说这个你以德抱怨是吧 好的 决斗 出来一个吕布 哇 神党发神 活党杀活 但是卧龙表示这把稳了 真的是稳了 两个红一喷啊 双红其脸 吕布一脸懵逼啊 嗯 这就非常神了 哼 好 赵云表示看看你的八卦 然后卧龙表示这是我当年攒 攒下的人品啊 好 那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啥呢 思维思俗啊 他说文点真显 哈哈 他说你这怂 这个袁绍就很搞笑了啊 袁绍你在干啥 你在玩蛇 玩蛇啊 你在玩蛇 呵 啊 卧龙表示我全是黑 不弄也是浪费啊 是吧 但是你这干嘛呢 没懂 哈哈 没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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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不是 你贴锁 那你到底是想让他们怎么样啊 哎 他表示两个不连 就啊 那我就不懂了 嗯 好 赵云表示全挂下来 手里是个什么样东西啊 好 这边的人突然去杀赵云去了啊 那难道你是魏国吗 嗯 他是数过眼的呢 我就不知道了啊 先观望一下啊 那吃头了有可能是魏啊 啊 主之角表示 呃 那我就不 那我 那我就不动了 既然他去杀赵云去了 我就不动了啊 不偷了 不拉嘲讽 关键是你偷吧 你偷群雄不太好 你偷这个鼠国吧 人家能连赢 更拉嘲讽啊 华佛 你长点心吧 人家都不搞你 你还来拆 你是真的是不怕死啊 就觉得人家打不死你啊 这人家只不过是不想打你 你咋心做大你啊 他说不如乐诸葛 好 这个人开始 在这语言跳什么 语言跳飞鼠吗 啊 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 打打看吧 谁知道是啥呢 说不定还这个无呢啊 好 这边严少挂了个刀 是射是肯定不能射的了 这个队友比较废是吧 你的寂寞被撕破了 对 不让出 肯定不让出 他又来个话陀不会 那你到底啥 你会啊 你亮一个 你亮个马腾啊 有种 有种 我也不想动啊 你们争什么争 我压根就不想动 云妹表示 好 他继续杀赵云 蜀国的几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那难道真的是个卫国吗 在这演呢 演不演 随便啊 反正咱们先这个 把续报裤装里 续报于酒拿蛮放出去 这不偷了 主要是这个蜀国 这个有奖费 你到底是偷好的 还是不偷好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确定的 你可能偷了人家 对吧 更牛逼啊 结果就反正也打不动啊 但是又收到了一发万箭 结果这个人 有点丧病啊 打出一张牌为了连赢 然后他就出出终 可以的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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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有没有杀材了吧 啊 那就放万箭啊 不是稳一点吗 说好的稳一点呢 不稳了 朋友不稳了吗 啊 不求稳了吗 啊 是不是 代王看我的 结果收掉了啊 成功的收掉啊 如果这个人是魏 大概也就赢了 如果这个人不是魏呢 那就随意啊 是不是啊 不是魏 咱们都在看啊 打打看啊 这个就并不重要啊 一大牢 好一大波啊 当然咱们还有杀招点威没出呢 啊 对不对 好 主持人可能觉得四号如果是魏 我们直接杀招点威一出就赢了啊 压住你的血线 反正进敖战了 你就吃不了头了 当然这里卧龙会给你博命了 因为对于卧龙来说 他已经赢不了了啊 哈哈 他配叶老一血怎么赢啊 当然点威在敖战里真的是个大杀戏啊 以前我可能也没做过点威在敖战里大杀戏的路上 点威真的是敖战大杀戏啊 当然了 拥有爱上的存在 赢起来还未必有那么简单啊 射了一发卧龙 表示连赢啊 不连反正就死了 是吧 然后这个人还是不亮 那他不是魏国 好了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他到底是什么国家呢 哈哈 他这个文革不亮肯定不是魏了 因为他这文革他如果是魏 他肯定亮了 对吧 他如果是魏他肯定亮了 让这个点威杀掉卧龙 然后就赢了 他这文革不亮也不是魏啊 但是别的国家那就得重新再审视了啊 就是说前面的线索可能有点乱啊 这文革不亮肯定不是魏了 那到底会是什么呢 你们猜猜看啊 非常的神奇啊 当然主持人由于觉得他不是魏 就对卧龙这个留了一手 但是卧龙表示我反正赢不了了 那这就很烦了 那那就把这个卧龙带走吧 对怕是群 但是那个卧龙表示我也没办法啊 真的会是群吗 那就一跳了吧 然而他还是不亮 还是不亮跑来打张辽 那 那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群啊 说实话他不是群 他也可以不亮 但是讲道理是应该亮了啊 那你既然不亮就干你了 就这不多谈了 你既然还不亮就干你了 你到底藏有什么阴谋啊 吃鸡 弄死他 这个就绝对不能跟你不客气了 袁绍要不要设置他 有没有兴趣设置他 估计没有 袁绍会跑来杀咱们一刀 这个大家都呼嚷压血线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 原来如此 是一个准备骂着赵云的 能回血的雪牛啊 就人心机颇深啊 准备回血是吧 表示你们能不能回血 我能回血啊 你来抢洗我 我不怕 西满 那这个局面又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但是呢 也并不是不能打啊 还能打 嗯 就是要表示这回和线冷定一下 看一下怎么弄啊 袁绍不太会杀咱们了吧 因为袁绍杀 咱们血手已经下去了 其次他杀咱们 他打不过魔火魏延啊 这一刀应该是杀魏延 也是情理之中的 既然袁绍表态了 当然咱们有过去吃菜 咱们还继续去杀魏延 魏延肯定是不愿意吃菜的 不愿意吃菜的话 他肯定跑来打咱们 偷就不要偷了 对 这张良嘛 就控制非常好 不要去瞎偷 你老瞎偷啥 哎 这个桃园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对于点威和独菜回血 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个 其实你不太怕被独菜回血 你有这个吃鸡 你一让他吃鸡 他就压到一血了 接下来大家共同坐卫延 这个人藏的这么深啊 这个藏了一个孟霍卫延 在这准备偷鸡啊 还好这个及时的发现啊 干他 眼就洗满了啊 这个贱人 袁绍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 开始背歌了 也不是生气吧 他觉得你一回满了 就很不满意啊 觉得再不背歌 张良一会儿生气吃菜了 是吗 但是有这种可能 路人确实有这种人啊 并不是说没有这种人 好 大家两个人开始砍 砍魏延啊 看什么时候能把魏延砍死了 努力砍 看到底是谁打死 然后谁谁先发难 是袁绍打死了 先射发难了 还是点威先吃鸡发难了 这个就很难讲啊 先发难有好处也有坏处 这个不一定啊 看一刀 或者给他吃鸡啊 这个你因为有一闪一九 让袁绍去射 给他一个人头 卖他一个破绽 让他收了吧 反正的话 在缠斗下 就梦绍威延 又毁满了 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所以就让他收啊 收不掉了 他在射 或者怎么样的啊 他收掉了就收掉了 所以防守九杀吧 收掉的话 又不是不能打 你有吃鸡 对吧 还真防住了九杀 非常的nice啊 这个就很好了啊 局面就还 的确定在掌控之中 当然这里他直接八号阵裸奔 那你可以堵九杀 能杀死他 杀死就完事了 杀不死呢 你可以考虑去 待会再强袭 看什么时候 他露出破定 先强袭再杀 那么去打 当然也不一定稳赢啊 毕竟你也是凉血 这一下杀不中 也不一定稳赢 所以说敖战 怎么说呢 敖战这局 主持绕队 节奏的把控还是不错 包括前夕 赢了嘛 也有运气 也是正常的 这都有嘛 这不是很正常的是吗 能什么都靠你自己啊 是不是 好 这个主持绕玩家的 叫顾左右啊 第二局啊 四五区玩家赶他录像 这次我应该会选诸葛刘善啊 因为诸葛刘善的话 他这个 配合黄月英张飞什么的 都是非常厉害的 关心家放权 黄月英张飞 数过两个最牛逼的人 是吧 看他怎么选吧 看看他咋选 他选了诸葛亮魏延啊 也行 魏延主要是敖战比较厉害啊 那看看本局比赛一号位啊 会不会亮呢 好 主持绕选择手亮诸葛亮啊 这个倒没事吧 很正常啊 你想亮 这诸葛亮是这种匠 你想亮就亮 不想亮就不亮啊 应该嘲讽也不是特别高啊 直接自己关了个马 关了个刀 给下架两张杀 然后就过了 表示我第一轮非常的冷静啊 不跟你们惹是生非啊 你们要不要搞我 好 然后孙权表示我被空了 我不舒服 我不爽 我胖 我要制衡啊 那就制衡吧 制衡出来有可能会被打啊 好 这边这个把孙权和这个人连起来开始去打 跳了一个飞舞啊 疑似鼠啊 而且还惯出来 而且还逼乐住 这你是寻遇吧 我觉得 你俩相信打空城 有朋友说了 他是董卓 董卓不可能 董卓你这么打要死的 你知道吗 好 这边有继续跟上砍的啊 继续跟上砍的 这么多 就感觉有可能有魏国 也有可能是五国 这个就不好讲了啊 群雄也不排除有吧 路人局啊 只能说这概率低一点 然而这边泰尔斯黄盖生气了 你们欺负我们家全权 小拳拳 吹我们家小拳拳 那我不行 我三件两刀戳的 你们生活不能自理啊 这个是戳的确实疼啊 然而他并不是徐云 那有可能是队友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两个人有没有队友呢 应该挺大概率有队友吧 看一看啊 然而小拳拳被打了 小笨笨也出来了 泰尔斯一顿犀利的操作 问他们爽吗 三四说爽 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好 拆掉 好 吴国和这个蜀国 喊呼了展开了一场决战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割鸡 割鸡没酒啊 被决斗 被决斗一口酒 哎呀 全打光了 子弹也打光了 炮弹也打光了 反正没打死啊 好 这边又捅了七号一刀 表示我们三个吴了啊 捅你一刀又咋样 你是吴就 而他发现三选不卖 他就没打 毕竟还留有一次吴的希望 跑去打这个四选的啊 好 可以吧 不断啊 把这个乐 移给八号位啊 结果这边出来一个姜维啊 师徒联手啊 看看能不能剿灭大吴国啊 大吴国先手已经把这个打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没有人死啊 出来一个姜维 看看什么 哎呀 黄月英啊 那还行 再连一记 那看看黄月英这波有没有什么爆发 毕竟这个师傅不在家啊 师傅不在家那可不行 师傅在这看着呢 怎么能不在家呢 怎么能装不在家呢 那就不合适了 是不是 好 这个搞掉一个桃子啊 挑衅掉一个桃子啊 还可以 结果这边也出来 这黄中赶着上车来了 怕野你知道吗 哈哈 因为毕竟三四非常有可能是鼠 我如果野了不就亏了吧 好 当然由于那边那两个人都裸了 咱们这个南蛮开不起来的 他说放弃了 傻狗不知道在玩啥 不知道在说啥 反正主持人家拿了个 自己的笔看一眼 顺一下 哇 又顺到一个南蛮 两个南蛮 我的天哪 不太好放 说实话 因为那边一旦有鼠骨 你要裸奔了 好 他选择找了一个人看 他本来是勒布斯鼠 不知道吗 开始骂 骂啥骂 结果看到一个魏国 果然魏国是这个守舰的 不排除魏国 由于这边 这个孙权出现了阴魂 所以也控不住什么排 当然刚才咱们也看不见孙权 反正他有制衡 他也没想给他刀 这边砍死 好 咱们是没有逃了 那边那两个队友 也并没有想到去救 结果这也是个傻狗魏国 还不是寻遇 你说这两个 这活该啊 就是现在你魏国还这么玩 那你死了真活该 你什么年月了 还魏国这么玩 这两个魏国成了炮灰了吧 这谁也怪不了 接下来 那就是蜀无争霸的时代了 看看蜀国和吴国到底 谁更胜一筹啊 这个局面就未可知了 死掉啊 两个魏国滚粗啊 你说这两个魏国 也不知道图个啥 你不知道 现在是红皮和绿皮的时代 你蓝皮还不老老实摘着 你看你们死了 人家红皮蓝皮 依然还玩得很开心 是吧 好的 这边主要是这个太守慈 黄盖手握三尖两刃刀 他这个输出太牛逼了 你这个真的是一般人挡不住啊 这边他应该就会对黄中 和万一进行猛烈的输出 因为毕竟咱们藏了个架 他不会优先来打咱们的 万一打出个旁统啥的 他们也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 他肯定是优先 这边找孙笨拼点 百分之百能拼过啊 孙笨表示我 对吧 我阴阳 我减三总行了吧 我二减三 我对吧 等于一啊 因为没有零 但是由于他排太少了 并不能去戳啊 要是能戳这个输出 输出就啪啪啪啪 黄中和黄元英就来回啪啪 能不能顶得住啊 有酒啊 一定要顶住这个 不要死啊 兄弟们好的好的好的 活下来 他们也倒是没有去选择 就那边的魏国 好选择了乐住啊 我觉得你乐他 当然乐黄中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江维 如果想放黄中出来 黄元英就不太好极致了 但是乐黄中有个风险 会被顺 拆到屋头的会被顺 所以各有利弊吧 而他这边还是挑掉了三千两人 捞红杀去杀了一刀 这个就很废柴了 你这个 真的是废柴 好张飞黄中 有没有距离 好没有距离 也是废柴 这怎么玩 这南版也A不出来 玩个鸡眼啊 看看吧 找个桃子 郭柴 无懈 哎呀好难受啊 这都啥玩意儿啊 他拿了个桃子 拿了个杀 就决定杀一刀 他选择了杀孙权 想放南蛮吗 结果黄中给杀他跑了你 我感觉他是不是有一种想放南蛮的想法 忽然之间又断绝了这种想法 觉得不靠谱 要不然其实是应该杀黄盖的 防止黄盖苦 当然他就是 黄盖如果溢血 他可能也会苦的 赌队友有桃子 所以其实也还行吧 压孙权 但压孙权有一点不好 他能给补牌你知道吗 不过孙权应该给太史子补牌 太史子还是比较需要牌的 这里他选择救了一下 没有让孙权收 因为孙权可能是没制衡 所以他就没让他收 如果制衡了 可能就让他收了 行吧 但让太史子收了也麻烦很大 我带到替天行道 感觉队友已经挡不住了 要一为三了 但是啊 咱们手握两个大象 对吧 这还是心里有底气的 如果没有这两个大象 可能是真的没底气的 带走带走带走 带走 他这里肯定是砍黄益英和黄中的 虽然黄中逃跑了 但他没牌了 他必须要收了黄中 才有牌进行输出 黄益英也带走 希望咱们不死吧 不死 有手握先驱加两个蛮 是非常有翻盘希望的 绿皮红皮之争 还是绿皮战时战了 上风了 怕把马拆了 怕这孙奔打不到 孙奔能不能打到谁知道 江东广报之地 能不能活下来 求放一命 好活下来了 只要把孙权和太史词干掉 咱们就有机会 这里亮将 这里拥有半血摸牌 所以顺九杀全要了 因为自己全都可以摸到 这三张牌都是非常需要的 是得顺 最好能骗成一个国物界了 就很赚 因为你要开南蛮的 你知道吗 能骗成一个国物界就血赚 这里咱们的血也不是问题 因为咱们有魏严 好 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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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希望能打死一个人 孙权有桃子 这里你只能选择杀这个谁了 杀这个孙权了 赌一下了 孙权毕竟是制衡的牌 有什么牌都有可能 赌一下下 这里开始把先驱开了 表示希望能过到过开 顺手 并没有先打九杀 怎么说呢 你先打九杀 虽然说就是有可能 你可以过四张 但是就怎么说 你要不就杀死他了 杀死他 你就摸了三张 你就过不了四张了 你要是杀不死呢 那你还不如先过两张牌 群球过才顺手 反正我是没解的 好 接下来干掉一个 那就有可能有希望了 因为毕竟手里一个无限 一个酒 对吧 有可能能活下 活下来 这个 咱能吸血吗 对吧 就不是事 活一下 黄盖也不太养苦 因为黄盖觉得他死了 这个孙权打不过这个猪杨卫严 最主要是 他卫严能回血 你知道吗 他要是不是能回血 他光以单诸可量 这个孙笨还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他毕竟易血了 随时可能报义 或者不空城了 或者怎么样的 好 这个万剑 人家明酒 你还开万剑 当然了 他不开万剑那边 就可能就酒杂直接 齐泰尔茨脸了 好吧 当然泰尔茨也可能有闪 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没闪了吧 有闪他不出吗 他还真不出 他觉得就是让吕蒙救 防酒杀 那酒不是打出去的吗 好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是不想让这个魏严吸血 希望这个再继续一波打死 好 勒住了 这个勒还是得赶紧出来了 迅速吉他泰尔茨 不能再拖了 毕竟两个人摸牌多 好 这里可以出来 这里可以出来 好的 所以出来的话 是不是由于有杖八 是不是把那两张牌都拉下 换点别的牌 万一会换到更好的牌 反正不管换多赖 你终于可以杖八拍出去 是不是 万一会换到过拆 顺手啥子呢 结果这个 三尺之劲 带走了 带走了 那就挂一个闪链 单挑的话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东西 也不能说这么绝对 是吧 不过又挂了一发闪链 应该还是比较稳的 这空闪链要过拆 开始搞 搞起来 拆手牌吧 负一没必要拆 杀的话 你为了过空城 你就杀得到怕他决斗啥的 对吧 但是有可能有决斗 但是你杀他会被他过牌 但空城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过从始至终 都没有人杀过孙奔 基本上杀短时期内 应该是很难杀中的 短时期内应该是很难杀中的 所以他就要黑杀 当然有一张黑色牌 反正帐八中归是可以拍出去的 就无所屌位 这个帐八是 祝国亮的神切爷 这个耗下去 对吧 你中归是会有断闪的那一天 你现在对吧 刚开始没有人打你 你这个闪还能支撑得住 是吧 咱们别被闪电三连批就行了 可怕可怕 这不敢随便拉下 随便拉下 后面又有一个空住空住空住 把这个狮子搞下来 免得批了他也白批是吧 这个酒喝掉 狮子留下 因为你反正空城 人王也没啥用 狮子的话 你会说不定有带牢八卦啥的 可以回血 还有藤甲什么的 所以狮子还是个好东西 而且可以防闪电三连批 就等待闪电这他吧 感觉看到排队里了 这一只笔看一眼 你看看 这能杀得动吗 这且杀不动的 就等着吧 耗着吧 红年马月也杀不动 等待一发闪电入魂 只有这个可以快进了 我感觉就等待一发闪电入魂了 其他的也没什么可等的吧 还有什么可等的 你看 你看 你这个后面 对吧 闪电判定还是棒棒的多的吧 反正砍是砍不死的 这两个人是不是全杀闪 但是由于出不了空中 他也触发不了激扬 其实他很弹腾的 他触发不了激扬 是非常弹腾的 把那个勒判掉吧 因为你勒他没意义 你也不希望他拿到勒 因为他拿到勒的话 对吧 他勒你 有时候你出不来 有可能被打死 结果 他直接被劈死了 本来换了冠师服 准备强上他 于他 结果这个吊人被劈死了 好的 那还可以 可以 这一波可以 不赚 不亏 雪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